欢迎收看大新闻大报挂 报挂需要您 希望您赶快加入报挂后援会 我们的会员开通了 加入会员 你当然可以得到很多福利 包括了会员徽章 贴图 以及我们会有线上界面会 跟粉丝互动 还有不定期的快点购 你可以拿到一些优惠价格 最重要的事情 导播给我们下一张 来看到3月31号以前 以前加入会员 你就可以拥有 双主播铁粉认证照 也就是我跟莎莎主播的 铁粉认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限时下载 这个日期在3月31号以前 而且现在也希望大家 可以一起来加入 我们的祈福福袋 及时许愿的活动 我们又开始了 因为前一波的天灯许愿 获得了广大的回响 那么这一波是福袋祈福 一样从中天新闻网的APP 你点击右下角 下方的福袋图示 会出来你所要赞助的福袋类型 宏图大展 从返52金榜提名等等 一样你可以留下你的 昵称还有祈福的内容 完成了整个的付款流程之后 福袋和昵称会在镜头上 像这个样子 秀出来留言也会在下方的 跑马灯出现 那么当然所有的斗内 我们都非常欢迎 都很感恩 但还是请大家亮丽而为 那么在接下来 要动动手指头 很忙 没错 真的很忙 因为投票的我们线上民调的问题是 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忠燕接受性招待 监察院以2比11悬殊的票数放过他了 也就是弹劾没过关 但监院认定他就是陈董 他有8次性招待的记录 为什么不弹劾他 这个原因何在呢 1 给赖清德面子 2 肩尾就废 3 上半身陈董 下半身小燕 4 以上皆是 好 欢迎大家投票投起来 为你介绍节目来宾 邀请到的是前立法委员蔡正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 董事长平安 好 那等会会赶到的 还有桃园市议员黄敬平 好 我们就直接来锁定 今天早上的立法院情况 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要大家 拴紧螺丝之后 果然就在总执行之乱之后 这些蓝绿立委都很怕会过号 所以在今天 纷纷提早进场 好 画面在这边 这是在当时的一个情况 好 那可是呢 你说大家 其实像我看到很多委员嘛 包括了民进党的中嘉宾也说 心情上会有点紧张 很担心会错过 那其实因为绿营真的是 也盯得很紧好不好 经过这件事情 比如说紧盯叶元支 可是问题是 人家是去开协调会 而且也没有唱名不到 他最后还是有咨询到 好 叶元支PO出来了 他说听说民进党立委 私下一直在点名 我9点没出现在一场 跟大家报告 9点我在立法院中心大楼 开协调会 主要是因为水利署 要板桥清洁对搬家 会导致板桥垃圾无法处理 好 他说我在帮板桥清洁对争取 他是他的选区嘛 好 所以我今天早上呢 有请助理一直紧盯 一场的状况 也有去了解 在我之前执询的立委时间 所以我在10点半左右 顺利总执询咯 好 最后他还附带一句 酸了一下 说如果是我自己出包 我也不会去院长示乱的 所以这件事情看到下 其实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超超超超超了四天五天 到现在其实有了是不是 这个韩国瑜立威之后呢 蓝绿立委皮都绷紧了 不会啊 隔两天就会恢复正常 看多了啦 因为现在舆论的风向 他们在顺舆论的风向 其实我认识的风向是错的 所以他隔两天会恢复正常 很多人可能又觉得 我选你立法委员 你就立法委员去上班 你准时上班 你没有进度就是不准时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我们选立法委员 是到立法委员去行使职权 不是去上班 这观念要先讲 他不是立法院的职员 注意到立法委员 不是立法院的职员 很多马弄错 你不上班 你看议场不是空荡荡的吗 上班不是每个人拍拍照吗 只有在投票的时候才会拍拍照 那立法院干什么 越远之讲的一个经典 他说我没有出现在异常 可是我在开协调会 也在忙选您的事 立法院开协调会 不一定是在立法院里面开 我先注意到 服务处开的协调会 经常会比立法院里面 开的还要多 不过因为越远之有个优势 他因为他在新北市 所以他立法院开的话 他的选民不用跑太远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于宁的立委 你说我开协调会 我要把整个云林 你突然都搬了 云林县政府的官员搬来 其实我们立法院 在协调地方跟中央 尤其是区立委 地方跟中央的事情 那真的多得不得了 你如果不了解 我们地方跟中央 运作的困难 台北市还好混一点 为什么 台北市就在地 我经常看到外线市的立委 好可怜 对不起 你帮我代理一下 我赶快冲一下 南部去要开协调会 这种太多了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会产生 有人讲说惯例 惯例 其实很多人以为惯例是口头说的 其实不是 很多立法院的惯例 在朝委协商写上书面文字 但久了以后 很多立委如果没有干超过三任 他真的会忘掉了 以前朝委协商讲什么 那就反正就说 以前这个留下来的惯例 我就照做就好 其实不是 都是白纸黑字 那我们立法院很落后 为什么 我们不像那个司法院 把所有的判例 法官的文章 全部都po上网 每个人都可以查 对不对 我们很多的朝委协商的结论 很多的附带决议都没有上网 没有上网 你就没办法搜寻 没办法搜寻 像黄国昌跟黄山炒这个 黄山说这是惯例 黄国昌说文字上没有写 黄国昌错的 为什么 不是所有的立法院的规定 都写在立法院的议事规则 大部分都写在朝委协商的结论里面 或者附带决议里面 那因为你自己没有 没办法搜索 而且他只当一任立委 他当然不晓得以前发生什么事 那为什么立法院会形成 是老立委退了以后 就形成一个制度 什么制度呢 吵架吵出来的 白纸黑写下来 委员会的质询 是用排队登记制 就是说我没有时间排定 谁早上先来牵到 就有那个一直顺序下去了 那院会的质询是排时序 是 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全力排 就是党团帮我排 我跟党团排好时间 说我希望 哪一组 经济组 交通组什么组 分了几个组在质询 那我半个小时是我的法定之间 我可以切成两个组来质询 都可以 那这样的话是排好时间顺序的 那时间顺序 我还是有一个人临时有状况要改书面质询的话什么东西 要怎么处理 以前都有规定的 都是在朝委协商结论 那你不能说没有写在意思规则里面 就不算规则吧 那你自己忘掉了 因为 哎呀 我不想很多人就刚当立委忘了以前的规则怎么办 我看我意思规则你没有这样写 我都这样做 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 今天只是说 哎呀我当天要质询的委员会来 当天不质询的委员就不来 你不能说他那天没上班 那些也在行使职权 那如果说他整天跑去玩 我也不客气讲 有些委员真的很混 是 质询很准时到表现给你看 然后公督们评价很高 事实上 什么协调委托不开 或者选民的委托都找不到人 跑去玩 谁 不能讲 因为他也落选 所以不好意思 对 这个多得很 然后有人讲说 我选你到立法院去议事的 你要听别人讲 谁说立法院议事要听别人讲 因为立法院代表是选民 我的选民的意见 比其他同事的意见还重要 所以我干嘛 比如说 阿亮哥干嘛听我在立法院讲什么 他更不用理会我 他只要关心他的选民 讲些什么话还比较重要 这个就是 民意代表的特色跟制度 很多人不了解 也把他当做上班族 好像每个人都要在场上班 才能够把这个 共事运作起来 刚好相反 只有立法院的职员需要这么做 所以我就说 也没什么立威 就是 这一次立委 绿营的立委本来要炒韩国瑜 但是他们卡到一个现象 因为 陈建仁要下台了 拜托他们说 哎呀不要给我找麻烦 那我赶快退了 赶快退了 赶快把这个走过场就算了 不然你以为民进党立委那么乖 他不可以炒饭天才怪 那因为他有个仁慈叫做陈建仁 陈建仁现在也是生不如死 整天在职讯台上 生不如死 真的生不如死 他想说 拜托 能不能改成书面咨询 就改成书面咨询 那民进党的改成书面咨询 他很开心 但是如果国民党改成书面咨询 表示放他一马 所以国民党立委 不要改书面咨询 对 那来看到民进党立委洪生汉 他就在一边讲 总咨询的时候 党团的内规就是 轮值立委呆在绿院院区待命就好 先便管他是不是有在硬凹 那反正他是认了 当时轮值他没有进议场吗 所以看到这边他每天都出来吵 就觉得好了 好了啦 洪生汉好不好 因为他绰号 现在已经是红七番了 七次翻车 他都还在继续上车 所以今天感觉 应该要下车了吧 亮哥 简直莫名其妙 你以为我没当过丁厂立委吗 怎么在院区就好 狗屁 就是要坐在议场 是不是 本来就是 因为议场的一举一动 你在监视器上看到冲去现场 已经来不及了 对 比如说韩国瑜就要念念念 名字念三个你就没了 我就要立刻举手了 说院长我会议咨询 我希望休息30分钟 你就是这个功能 结果你不在议场 就是失职啊 还讲什么屁啊 罵队啦 本来就是 丁厂立委是要注意到 李进党立院党团要送 处分啊 对 没错 真的没错 他们还在相怨 本来就是啊 我跟你讲 丁厂委员我们是 轮值我是2点半要做到5点 我还要带一本书进去看 不能离开啊 是 讲对了 林楚音都带手机进去看 那个爱奇艺 也没关系 你坐在现场就好 你要坐在现场 阿亮哥讲对 其实丁厂委员 要注意议事人员 也没有弄错 你不要原理法 议事人员不会弄错啊 对啊 你不要主席不会弄错啊 王金平那么老累都弄错过啊 所以这个主席也好 秘书长 议事人员有错误 这有时候难免避免 你丁厂委员 要回复你的权力啊 那你落跑你就不对啊 那你不能怪 其他委员不在场啊 我这质量马直是 阿亮阿亮 本来就是这样啊 他档季处分没有错 本来就要档季处分啊 对 而且你是不分区耶 对他不分区的 我们都是不分区在轮时啊 没错没错 因为不用跑场子嘛 是啊 那结果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跑去买水尖包啊 水尖包也在中兴大楼 那个巷子旁边也很近好不好 就是三点 三点 三点还没到 他就要去找水尖包了 而且下午三点才有 鸡排跟那个面线 因为韩国瑜是 所以两点三十三分开始念 那我知道水尖包是三点来 你也不要那么急嘛 还是那对他来说都算怨区 他怨区很广耶 不可能 不 这一场不能离开 你不能离开 是不是 那他这样凹 对啊 这个我跟你讲 民进党立委听到就是 在那边摇头啦 这个 绝对是伤他自己在 民进党的党团内部的 对他的信任 就觉得你这个瞎掰嘛 像韩国瑜那天杠掉 有十三个人失去发言权嘛 对不对 你看后来一直在吵的就那几个 那几个 对 可是也渐渐下车了 唯一留在车上只有侯生翰 对啊 那为什么第一时间 人家都不讲话 就觉得自己不对 理亏啦 事实上真的在灰的 只有洪生翰跟陈廷飞 陈廷飞 可是陈廷飞是前面那一段 对 那那个是他跟义士组的问题 陈廷飞还有点道理 洪生翰就瞎掰了啦 就瞎掰 真的是瞎掰 对啊 陈廷飞那个就是跟义士组 有可能沟通上去的问题 对 不然理论上 义士组要特别帮你弄一个 12点到12点半 对 是有可能的 应该这么做 是啦 是啦 因为他要赶回台南嘛 对啊 而且秘书长没有提名 没有提醒主席也不对啦 平常你讲的这也不对 可是洪生翰这个 没人能帮你讲话 对 没错 就是你不对 所以亮哥 这一局 其实伤到的反而是 民进党比较多 对不对 韩国瑜等于反而被民进党助攻 你应该说 反扎回去 衬托出韩国瑜得分啦 衬托 因为跟你打这一题的人 都完全没上到啦 就你自己理会在那边瞎掰 红七番 连发七个脸书 笑死人了 对不对 而且你不是第一届 你是第二届不分区 就是因为第一届他们这样搞 所以以为第二届还可以这样 你不觉得第一届 因为由习坤当院长啊 然后什么事都这样搞 什么都随便啊 什么都随便啊 然后民进党完全执政 不分区区 都国会最大的党啊 习治都超过半数 是怠惰了 他怎么玩怠惰了 都随便他 你都不会不好意思 对啦 这是最大原因 其实这一次是他们出包 是因为以前他们都这样搞 都这样玩 以前日子太舒服了 所以你看以前国会都这样子乱搞 混过去啊 都这么烂 然后都这样子 就算迟到 像洪森汉跟这一次林楚英这样 那以前有这样的状况 不知道多少次的记录 那这一次因为韩国瑜这样 大家都上井发条了嘛 最起码今天蓝绿立委 哦呦 纷纷提早进场 等于换了一个不混的长官 换了一个不混的老师 也换了一个不混的上课会点名的教授 那以前 就好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学生啊 或是当兵的时候 我们喜欢摸鱼啊 现在碰到一个新的长官 他以前 他已经不是像以前这样 随随便便 大家那个随便讲话 都可以这样过得去 就按照制度 按照规则当然硬 我们在这个求学过程 或者服役过程 当然都不喜欢 碰到这样的长官 跟这个老师或教授 因为太硬了 时间到了 该怎样就怎样 点名三次不到 就跳过去了 点名三次不到 就旷课或怎么样 我们会吓到 但是想一想 你整个离开校园毕业之后 退伍之后 或者是反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 曾经有这样的过程 让你更怀念 而且这就是照制度 照规矩走 人家完全全照张办事啊 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这几天 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 我一直讲说 韩国瑜时代来临了 就是立法院的韩国瑜时代 他不让你抓到把柄哦 是啊 他那一天 从礼拜五到礼拜六 网路上 多少人骂民进党骂犯的 他的那个整个声浪 不只是红七番 翻车过后 他们还在硬拗 不管是上他们自己的 这个同温层的 绿媒的节目去取暖 然后 从上礼拜五 礼拜六到礼拜天 那接连了三天 他们还是要硬拗说 韩国瑜多偷懒啊 韩国瑜 想要早点下班 去喝酒还是应酬 怎么样啊 说什么想要落跑 结果人家跑去看中心大楼的 那个电梯 是不是真的像大陆神那个修好了没有 然后 他每一个会馆都去检查 每一个会馆都去走一遍 然后到中心大楼去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后来 甚至于民进党还故意扯到说 韩国瑜就算没接外兵 因为他一开始说他们接见 说他接见外兵 所以那个他要敢行 这干嘛干嘛 就弄了半天乌龙一场 接见外兵的是江启成副院长 也不是韩国瑜 行程院长副院长行程都有公开 根本不是这个韩国瑜接见外兵 你张冠礼拜 韩国瑜一直在立法院里面 江启成也在立法院里面 好弄了半天不是他接见外兵 后来民进党就故意讲了 就算不是接见外兵 也在办公室里面吃水煎包 人家 人家不管在哪里吃什么东西 中午要吃什么 那关你什么事情 中午时间12点到2点半 以前我们跑立法院 委员像以前郭正亮委员跟蔡正永 他们没有咨询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 不管是在附近跑行程 12点到2点半 这个时间只要没开会 二五院会 还有这个礼拜 跟下个礼拜是一次院会 就很正常 他的行程怎么排 他只要2点半开始开会 出现在那边 你就没话讲啊 你就乖乖的就在那边 而且以前我们在 这个瘟尼法院国会注意的时候 通常是前面五个助理 他会问过 全部问过一遍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是郭正亮委员要咨询 他可能排到第21号 那我会帮 我如果是郭委员的助理 我就会帮郭委员 从20 19 18 17 16 前面五个办公室 委员办公室的助理 我都先打电话 问过一遍 除了他上面已经改成书面之外 没有改书面的话 我可能问蔡正永委员排第16 他没有改书面 我要确定他来不来 对 会不会有事 那我问他办公室主任或助理 就好了 或是问他法案助理 然后我再问其他的 前面17 18 19 20 完了之后我再跟委员报告说 前面几个委员 让委员去判断 说是不是他提早进议场 那通常他会提早在那边等 Standby 这是助理幕僚要做的事 委员会才会有这种情形 我们排第几个 第几个 院会没有这种情形 院会的情形 比如说 我是排到3点半 然后他排到4点半 然后我突然间 身体不舒服 看医生 我就说我改书面咨询 然后麻烦医师通知一下 这个阿亮 或者后面几个人 能不能往前移 半个小时 这个是可有的 但如果阿亮说 对不起 我前面有事我不能到 这个时候 院会 意识人员就要通知院长说 这个时间要休息 因为 郭正在委员3点钟到不了 那是照时间牌的 所以今天会出现问题就是 我不想讲 意识人员怎么一团乱 对不对 这个照时间牌的时序表 在主席桌上也有 所以 而且最重要他讲对了 盯厂委员发现 意识人员有这个错误的时候 没有及时去做调整 对 而且像立法院议事处 他在昨天前这个礼拜一 都有说明过 他在1点半的时候 还有包括11点50分 跟这个陈廷飞委员协调了 然后后来陈廷飞委员 发现他没有办法 时间中午不行 当然这是议事处跟委员之间 跟陈廷飞委员协调的这个状况 他们自己要去 有一个沟通上以后要去检讨 那当陈廷飞确定就是要改书面 因为他要赶回去台南 他来不及了 所以他改成书面了之后呢 那这个问题跟陈廷飞就无关了 那陈廷飞之后 你洪森汉那些 意识处的说法是说 1点半的时候 就已经通知各委员办公室的助理 洪森汉说 他有知道意识处有跟他们沟通 但是他忘了是什么事情 就讲了语言不详 那你到底这是 这是红色汉的问题 还是立法院的问题 还是其他你要怪其他委员 总而言之 今天发生的这个状况 其实为什么网友意见一面倒 这个就像上班上课考试 很多事情 当然有人讲说 哪像这个去餐厅定位 然后几点到那种时间一样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 一个是照章照时间 照规则办事情 他没有什么偏袒 因为里面有难有率 大家都一样 你说里面时间多赶或怎么样 这个全质量的时间 你自己要抓好 那另外一边是 你在那边还在那边挥半天 我认为如果你先 韩国瑜是客气了 说后面召唤掌团协商 大家考论 现在目前没有共识 要不要再把这个 执行权补回去给他们 但我觉得如果此力一开的话 那以后其他的委员 都要这样的话你怎么办 韩国瑜说补执行权 这是对的 为什么是对的 因为他明显认知到 议事人员的程序上有问题 程序上有问题 所以他要补回去 我觉得韩国瑜也是 照他的院长职权在实施 韩国瑜没有说 硬说我议事人员没有错 我们绝对不补 对不对 他也没有到这个地步 那现在之后 当然症结上就是说 到底议事人员 有没有告诉这个 程庭辉说院长要接见外宾 我跟你讲 通常立法委员会让步的 就是院长有重要的活动 如果院长没有重要活动 立法委员不可能让步 所以为什么 议事人员如果没有告诉 程庭辉要接见外宾 是议事人员弄错了 说是副院长要接见 不是院长 对 我讲以前很多 议事人员真的很糟糕 他随便塞给你一个理由 很光明正大 我就碰过啊 那时候我在当党团干部的时候 有某个处长 就跟我讲说 对不起啊 那个下午 王院长要到总统府开会 所以希望我们调整一下行程 党 朝委协商的行程 那我说院长要到总统府开会 这很重要的事嘛 所以我就调整时程 结果啊 要死不死啊 我在马路上就碰到王院长 我说你不知道总统府开会 他都没有谁跟我讲 他回去就处罚那个同志 他说你要告诉我理由 调整没有关系 你不要告诉 让我做出错误的判断 对 这种情形 还有一点半才通知 平常心想 也不太适宜 也不太适宜 有点慢了一点 所以这个韩国义 应该把意识人员的运作 稍微整顿一下 不可以乱传消息 传错误的消息 或者在不当的时间 传出消息 那现在民进党 不敢去补这个 咨询的时间 最主要是说 陈建仁在那边叫苦连天 所以被卡住了 撑不下去了 就赶快放过我吧 撑不下去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 对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韩国瑜你说要完全洗白 或许还没有那么白 但确实嘛 绿营在这一波 公式上来讲 是推了韩国瑜一把 因为他们是 等于是像 有点累 我这画面 真的有点看到 当年这个 韩国瑜在台北市议会 接受民进党议员 包括王世坚在内 也直询的那一幕 然后一直要修理韩国瑜 然后希望把韩国瑜 打到那种 连网友跟社会舆论 这个民众都不是很赞同 然后很负面的 结果没想到越打他 除了台北市议会 那时候直询 这个韩国瑜在 农产供销公司 当总经理以外 在那一段 越打打不成 打到他整个气势越旺 然后几乎社会的 这个整个舆论风向面 并没有不利韩国瑜 反而是站在他那边 然后去帮农产 国债运销公司 然后去打民进党团 台北市议会跟民进党中央 所以你觉得这次有记事感 这次有真的记事感 真的有点类似那种状况 一直去打韩国瑜 然后一直去硬拗 所有从网路到民进党中央 到民进党党团 到老柯 柯建民 然后到绿媒 一路带风向 然后要黑寒 韩国瑜就算在那边 人都在立法院 也没有去哪里 也没有迟到 也没干嘛 然后整个早结束 就开始去抓 然后网路上去抓什么 他出包啊 出状况啊 不熟啊 早下班要干嘛 结果没有 反而没有去 大家没有去苛责韩国瑜 反而是回归到就事论事 而是后来看到 包括林楚英跟这个 洪森汉 尤其是洪森汉 一直去硬拗 然后还去这个 立法院院长是找韩国瑜理论 然后到后面还在网路上发文 还在那边 然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不断的在那边讲 虽然今天倒是静悄悄了 可是他过去这样的一个硬拗的 整个国会巨英的这个印象 就已经造成 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让大家知道说 因为大家其实对立委 应该说立法委员 在国内一般民众 社会大众 舆论媒体 本来就是不管是道德标准 或者是你说政治标准 什么样的标准都比较高 那突然他只要没去开会 或怎么样 或者是时间错过了 或如何 多半会苛责立委 或者是责备立委的这个 角度面比较大 那鸿森汉可能没有体察这一点 然后不断的去讲 然后甚至有点语带威胁的呛说 那以后开会的时候 大家就坐在那个立法院议场 排排坐啊 你知道网友在网路上怎么讲 那不是你们该做的事吗 既然没有人去同情鸿森汉 鸿森汉 鸿森汉讲出这一点 有点想要威胁大家说 好 以后民进党 国民党民众党大家 无党级了 所有立法委员 大家就坐在院会排排坐 就等着唱名 就等着点名 好像威胁这种口吻 常常你会在议会开会 会听到有些议员 或者是立法委员 会故意这样讲 然后大家就怎么样 大家就怎样 就是要把大家拖下水 但网友反而不买单 就刻意就针对鸿森汉讲这一点 那不是你们该做的吗 那不是你们本来就要 坐在那个议场 所以今天他有点想要讨拍 不但没讨到拍 反而被洗得满脸全豆花 然后而且被那个反作用力 去打 他们想要打韩国瑜 反而去把韩国瑜 这个声势往上 意外的你去看 昨天的民调就知道了 所以昨天前天的民调 这样子 变成大家舆论 反而一面倒的 站在韩国瑜那边 去打他们 这大概是民进党立委 跟民进党党团 他们死料未及的 回过头来 刚刚提到了 就说韩国瑜 这一波这个 黄近平说 立法院韩国瑜的时代来临了 的确来看到在昨天出炉的 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调查 好他这个是在呢 发生了这一次 总咨询之乱的之前 3月11到3月13日 所做的民调 其中的一项呢就是 对韩国瑜院长表现的反应 过半数的国人 52.1%是满意的 游泳老师呢分析 从年龄层来看 除了25到34岁呈现 满意不满意各半之外 其他每个年龄层都是 过半数 或是远超过半数的满意 立法院长韩国瑜的表现 尤其年轻人 20到24岁 5成8将近6成是满意 3成4不满意 所以年轻人对韩国瑜 印象变好了 这是令人嘖嘖称奇的转变 就在这份民调发布了之后 大家各个政论节目讨论的一天之后 我们看到在今天一大早 来了来了 靖新闻也做了民调 一样问的是 对立法院长韩国瑜的表现 蛮不满意 但是他的调查时间是317到318 也就是呢 发生了这个总咨询之乱之后 他所做的 我们看到韩国瑜的满意度 目前看起来是4成 40.1% 那当然这个细项里面呢 包括了76.4%的国民党支持者 满意韩国瑜的表现 不满意韩国瑜的表现 以民进党支持者也超过六成 61.8%最多 而民众党支持者不满意的 有31%大概三成左右 但是满意韩国瑜的很高 将近5成 47% 但回过头来 如果跟台湾民意经济会比起来的话 近新闻的这份对韩国瑜满不满意的民调 韩国瑜略低 当然不能这样看啦 可是在近新闻就大概4成 可是游泳这个已经是过半数5成2了 请教委员 怎么看 因为我的一个直观的反应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好啊 我稀反射了好不好 我看到近新闻这一份民调一出来 我就会觉得说 哦 又要来平衡了 不一定可以解释成平衡了 因为我们从上次总统大选民调 我们都看得出来 每一家民调公司有时候差距是很大 那差距很大 有的是真的是立场问题 有的是技术问题 那我们就暂且不去做这样评论 但不管是近新闻的这个调查来讲 韩国也回温啊 回温 这是个事实嘛 对不对 那你说游英龙 这个当然更是这个 不只是回温还滚烫嘛 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表示这段时间韩国瑜的表现 符合民意的一个期待 就是说你符符符合民意的期待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满意度的标准 因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职位 都会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期待值 希望你怎么样子的 那你如果到达这个 他就觉得你满意 满意就会给你一个支持 那现在来看的就是说 比较特殊一点就是说 以前年轻一代的对韩国瑜 差不多是在 以前是20到25岁 对韩国瑜是很不谅解的 对 那现在这些人的年纪 也差不多25到30 那从25到30里面 他满意度回升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指标 对 因为现在20到25 那个时候跟韩国瑜 对 所以那一波的什么黑韩 韩国瑜怎么样 他们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 所以不算数 对 但真正的重点是在25岁 对 他们长大一点 长大一点 这个讲得合理 所以25岁 25岁30岁 这个年龄层才重点 他们如果改变了 对韩国瑜的看法的话 就会带动25岁到30岁的 我们认为他们改变会更大 因为这个以前 就是在20到30岁的人 就变成25到35 所以这个年龄层是值得观察的 好 那这个 所以请教亮哥 那韩国瑜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除了年轻人对他的观感改变了 就是25到35岁的这一块 因为我 对 因为确实 当初我在英国的很多同学 有一部分 他们就是 现在已经是落到这个年龄层了 25到35岁 那这他们上一之前的时候 确实 那一次我印象中 全部都回来投票 对 全部都回来投票 当时他们就会怕韩国瑜当选 对 没错 好 那现在 刚刚委员分析说 改变了 在英国回来更惨 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对香港的反送中 更敏感 超级敏感 对 那这一次因为从这个 永永老师他的民调 你也看到了 是不是这些年轻人 对韩国瑜的 就是已经改变了 甚至 好感度都出来了 我跟你讲一下 晋传媒总统大选的封关民调 好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立场 好 赖销35.6 只有那个 侯友谊只有24 那柯文哲还赢侯友谊0.1 你就知道他的立场 侯友谊后来是33 对 那柯文哲是26 那那个赖清德是40 对 所以他这个是严重低估国民党 我讲白了 所以友谊隆老师那个民调 应该是比较准的 就比较准 那其实这个也 我觉得韩国瑜就是 他刚当院长这一个多月以来 他有几个关都过关了 第一个就是人家说 你这个人会不会没有生活纪律 那磁克摩这次就大翻转 是吧 大家都来比 看谁最震惊 最有纪律 那第二个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院长的样子 那这个也过关 还有国会外交呢 国会外交人家拜访盖拉格是反中大将 也过关 他未来还会有更得分的 比如说 带国会出国 你自己就已经断定得分 不 国会外交他一定会做的 我是说盖拉格算是最呛的 那所以这就是一种指标 你如果来的只是一个不像盖拉格那么极端的人 那大家就看看 可是这个就是一个考验嘛 那也是过关啊 那接下来就是人家要看 他那个通过法案的本事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 一开始大家对你有很多偏见 然后觉得你一定做得很差 国民党怎么推这种人选院长 那结果 我刚刚讲的三项指标都过关啊 生活具力明显改善 立法院长就有院长的样子 那也努力学习啊 周安来带在身边 对不对 他的人事案 然后接下来国会外交 也都过关啊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叫做 超过期望值啊 那超过期望值你本来就会 在民调高起来嘛 就是人家对你的期待真的本来很低啊 那结果现在发现哎呦 还蛮像样的 那个反差感落差就出来了 好像有这个 二度梅花的可能性这样 就好像又翻身了 就是 这是机会 他还把握得不错这样 那本来大家是要看国民党笑话的 你知道 所以 他这样一拉 他当然就造成了 他的前景又开始被 产生各种幻想嘛 不过我也要这个 回到我们郑元凶的立场 就是 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啊 没错 不要幻想太远啦 因为 国民党要过得关很多啦 那 当然那个明年的党主席 因为他立法院长要超越党派 他就 这件事跟他无关 可是卢秀燕就会碰到 因为人家就会期待你选党主席啊 对不对 所以明年卢秀燕先要过关 那 韩国瑜还可以在旁边看 可是 你确定明年卢秀燕过关 还是朱立伦过关 我 如果是他们两个选 我觉得卢秀燕还是 还是机会大 不然应该会协调 他们两个不太可能一起 对啦 对啦 那 我们也不知道那个 邵康兄还有没有兴趣啦 之类的 那个 张亚中啦 之类的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韩国瑜没有关 所以他可以 稳稳荡荡的去 把他的立法院长做好 我同意 阿亮哥看 我不赞成韩国瑜 放弃立法院长 来选党主席 这个党主席的问题更复杂 对更复杂 党主席很容易失分 对 很容易失分 而且2026就可能会失分 对 因为 国民党 2022选得太好了 对 所以失分的可能性就蛮大 对 那指标性呢 就是新北市 对 新北市你一定要守住 那 可是这个 不是操支在你 对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这样 所以韩国瑜还是稳扎稳打 对 那如果按照这个态势看下来 如果韩国瑜年轻人 四年前最讨厌他的就是年轻人 那现在民调出现了这种剧烈的转变 甚至可以说 他拉到的年轻人的那种支持度 感觉可能比赖清德还多 因为赖清德没有年轻票 其实我跟你讲年轻人 他是变来变去的 变动的 我举例 我随便举例 那个洪山军的时候 年轻人是一面倒反民进党 对 因为2008我自己在选立委 我很清楚 去扫街人家就说 你知不知阿扁 我就来故意来赌你 就是这样 你们好惨 你要我怎么讲 我说我不是阿扁 他就说 你们党就支持阿扁 对啊 就这样 所以年轻民进党 使得很惨 全台湾只有27席 包括部分区 区域只有14席 所以你去想一想 从2008到2012 小英回来当主席 一步一脚印 小英做了多少努力 才把年轻人抓回来 他成立了想想论坛 成立了各种年轻人的一些活动 然后还办了小英教育基金会 人家累积很久 没有啦 这些都没有用 是我们国民党自己搞砸 是啦 是啦 是没有错啦 国民党就2012就大分裂嘛 自己搞砸了 就换柱大分裂嘛 然后2019又倒大 没有碰到反送中嘛 对啊对啊 就是这样嘛 没办法 所以我说这个 一时一时的啦 就是 你接下来 香港那个23条过啦 所以未来香港也不会有什么大意外 那 中国大陆坦白讲人家也是稳扎稳打 那这样 现在去大陆的年轻网红越来越多啦 嗯 我都有在YT上看到啊 有 人家在拍说 那中国大陆怎么跟 民进党跟我讲的不一样 对不对 这种片子越来越多啊 对民进党就比较上 对不对 所以人家就觉得 你是不是把那个抹黑过头了啦 你知道 因为 台湾毕竟还是自由的社会嘛 所以 我觉得有些东西会慢慢改变啦 比如说 你现在你也不敢讲说 单一讲就是说 我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 可是 你说台湾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你做的民调 32.8 是正大的民调 正大的民调还是认为两个都是啊 32.8 他认为纯中国人2.4 没有错 他纯台湾的60 这种问题就是 目前对民进党唯一有利就这一题 对 就叫做国主认同 可是如果论到维持现状 那人家就会觉得你冒进啊 他现在是站在 台湾人认同这一块 他还占优势 可是人家会越来越去看啊 原来你的台湾人认同怎么不看啊 老是在做一些烂事 那我希望的台湾人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说这里面一定会产生很多辩论啊 说你就要支持这样的台湾人啊 乱搞一通你也要支持啊 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 那个管壁林那个海巡那个事件 对 人家就说你太过了吧 那你这个 作为台湾人我都觉得这个很羞耻啊 乱搞一通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会慢慢变啊 知道赖清德520之后你就知道了 他是很难做的啦 问题很多啊 挑战极多啦 就是小英真的运气很好啦 两次当总统立委都过半 对 然后 美国一面倒挺你啊 刚好他中美大对决啊 对 可是现在 美国在选后 要总的去评估他跟中国的 对应的态势 就是 恐怕你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啦 就是 那个时候恐怕是 强国博弈的时代啊 那大家都在交易来交易去啊 你就不小心就被交易掉 就是这样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科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科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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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我们下期见 吃药 好 小时 大楼 小时 小时